菲律賓海安防衛隊發布的影片顯示 9月20日 幾艘中共海警船在浮動屏障的周圍 菲律賓海安警衛隊發言人塔里拉準將 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發文說 非方強烈譴責中共海警 在巴赫德馬辛洛克東南部安裝浮動屏障 阻止菲律賓漁船航行進入潛灘 並剝奪他們的捕魚和生計活動 塔里拉說 浮動屏障估計長300米 另外 9月22日 菲律賓漁業績水產資源局的船隻 在海上例行巡邏時 4艘中共海警船發出了15次無線電干擾 試圖驅趕菲律賓船隻和漁船 但在發現菲律賓船隻上有媒體人員後 中共海警船保持了安全距離並離開 針對菲律賓的指控 中共駐馬尼拉大使館目前沒有作出回應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、張瑞琪總和報導